就是叫做親親靈珠媽 村海定每一次都會邀請一個圈中好 進來就會說說這種心態 這個時候我們給這些掌聲 我們將時間交給Hani 村海定 謝謝 親親靈珠媽 媽咪 I love you 謝謝Hello my boy 朋友 相信很多都是議台的好朋友 亦都是我們節目時光第一線 親親靈珠媽的支持者 多謝你們 其實很開心 這個節目已經開始了大約是兩個月 我訪問了兩個嘉賓 但今天能夠做一個現場版 我也覺得很特別 所以今天我們也特別請你一位 很有風向的嘉賓 大家應該知道是誰了 有請黎曉祥先生 歡迎 我叫你做長仔 黎曉祥先生 我都說親親靈珠媽 很多人聽說 是否只是邀請媽媽的 不是的 我們有些靚花都會來到 和我們聊天 其實更詳細聊天 我的身份就是後輩 因為作為媽媽來說 我的經驗都是七年而已 但其實他們的小孩 公司可能見到你 都看著小孩 阿Krum 小孩 我看電影是十多歲 因為他已經成年了 都會陪著他人的工作 或者出席活動 為何可以保持著 同步的關係 我想父母和子女的關係 是一個長遠的關係 我想是由他出生開始 已經要建立的地方 從小到大大家都知道 我就比較喜歡帶著他身邊 所以其實他的生活和生活 基本上是同步的 連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很多事情 大家都知道 工作 社交 朋友 各方面 他很清楚 我們中間其實 基本上沒有什麼革命 所以他都會喜歡跟著我 了解我身邊的東西 都是從小到大開始 我們已經看到長仔 都是三人 你啦 太太啦 和小仔永遠 都是三個一層很溫馨 要問他 因為我們認識的你當然 經常有很多 好看劇集 其實呢 如果算回小孩 也是你很忙 很忙拍劇的時候 那你怎樣跟配時間呢 其實時間很有趣 時間其實人人都有 看我們怎樣用 譬如說以前 我們教戲很忙 我通常有時拍通宵 其實回到家 兒子幾乎一整 很多人都會睡覺 很累 但我通常都會選擇 和他吃完早餐 就送他去花檔 送完他去花檔 我才會回家睡覺 還有我想 父母最大的問題 就是時間分配 如果你願意 將自己的時間分配 多些給自己的子女 其實大家的相處的關係 和感情 必然會好很多 我又很幸運 我有很多朋友 但你有很多觀眾 其實 我又很少出現場 變成了 我真的可以分配很多時間 給我兒子 其實我想 大都市大家都會 有一個問題 很多 父母都會有自己的節目 甚至會有些應酬 我覺得大家真的要自己想一想 如果你決定 成為別人的父母 我相信你要 犧牲少少自己的個人時間 犧牲少少自己的個人情趣 將你很多事情 很多時間 很多時間 你本動 你都要遇上你的子女 對 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其實我想我們他們做父母 這個不可以叫做犧牲 是我們應該將我們的小朋友 變成我們生活一個很重要的核心 對我來說 現在都是工作為女 就是最重要的 很大的核心 對 其實可以很享受 做父母 可以很享受跟子女的相處 很多人都會問 你的子女是否有朋友 還是父母 其實我覺得 不單止是朋友 應該是朋友 再加上情侶 會 那就比較牽涉一點 就是當你和你的子女 好像拍拖 那時候 你就會很享受 跟他在一起的時光 你會 很甜蜜的 沒錯 其實很開心的 大家也不會以為 只是小朋友 我照著他的時候 他很可愛哄你玩的時候 給你玩的時候 你才會開心 其實一直承諾 每個階段 其實他們都有一些 很開心的事情 和你分享 絕對認同 我記得 整天見到那場 一家三後 我記得以前 都和你一起聊天 他剛才和你做事的時候 這個意思問一下你 我知道他現在在外國讀書 但在這個母親節的前程 都特地飛了回香港 好像說 煮了一餐 愛心的母親節 餐給你 和太太的品嘗 那 昨晚吃成一碗 是啊 很開心 我想心意最重要 還有 因為 真的 他很有心機 去做一頓飯給我們吃 我覺得 這是最大的回報 很多人 就說 剛才說 小朋友相處的時間 是很重要 和無價 關於相處方式 你知道現在 我們今天的主題 都是說 有同心和同聲 就是說 小朋友的心聲 和他們發出的聲音 尤其是 可能小朋友 都大到 十多歲 有些青春年的時間 都會有自己的意願 多些 為什麼當時會 傾聽她的同心 和讓她發聲 聽她的同聲 我覺得現在我們做父母 和以前的年代 很不一樣 不單止不一樣 甚至不一樣 甚至不一樣 現在做父母 要比較隱仰 真的 雖然說 我都是這麼淡 說出來是很少的 因為我們以前的概念很不同 我想我們和上一代相處 我們上一代比較嚴謹 比較傳統的 就很有解禁觀念 父母和兒女 我們做子女的 永遠都是要聽話 父母說的 永遠是倆的 沒錯 現在因為資訊發達了 社會又呼籲了 大家的關係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可以接受 時代的改變 其實現在我覺得 我們做父母 最重要就是 正如我剛才所說 不單止當我們是朋友 直接當我們是情侶 即我們的關係是平等的 不單止平等 我們在當中 我們還要思考 我們大家的交流 溝通 各類的東西 就不是說 我們常常 高高在上 作為父母 就是要去教她什麼 要她做什麼 要她跟她的事情 去做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是我們現在 作為父母最重要 理解和想通的一件事 很多時候 我們都怪小朋友 他們做錯了一些事情 其實我們作為父母 是否應該想想一下 我們怎樣跟他們相處 我們希望他們做什麼 還有我們看看 尊重他們到底想做什麼 就是我們想他們做什麼 嗯 這個說得很對 我們想是我們單方的個人議員 但是你剛才說到尊重 還有如果真的是一個情侶關係的話 當然要互相尊重 都很難一面到的 沒錯 所以我相信大家 現在做父母 可能清一點的開始做父母 真的要思考一下 現在作為父母 應該擺那個位置在哪裏 就不像我們以前 就是上一輩 高高在上 我就是教你很多東西 要跟我們所有的東西 所以很多時候 大家經常都會問 你們的子女有什麼情況 其實我最近看了一部電影 就是講一些家庭關係 我覺得她有一句對話 說得不錯 她就說 從來都沒有制她在父母的期望底下長大 因為很簡單 其實你想一想就會明白 其實我們根本是兩代的人 嗯 小朋友跟我們成長的年代已經不同了 我們他們的期望 跟我們的期望根本就不同了 甚至乎 他們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他們自己的興趣 他們的性格 我們本身的性格 興趣也都不同 我們很多時候做父母 都將我們的一些 所謂的期望的東西 所謂的希望做到的東西 所謂的希望做到的東西 或者我們年輕的時候做不到的東西 強姦於我們的子女 要他們幫我們完成我們自己的夢想 其實這件事是很爽的 而這件事也是很多時候衝突的所在 所以我經常覺得 我們的子女 要表解他們做一個獨立的個體 他們的情緒 情緒很重要 我們通常都只是說 我小孩子開心不開心 其實開心的背後 是有很多東西在裡面 包括他們自己的認同 和父母溝通的時候的交流 甚至我們想說的尊重 尊嚴的 很多人覺得 小朋友哪有的 小孩子 其實不是的 原來小朋友 雖然他不會說 或者他在語言上 在經歷上 有很多東西可以跟你分享 或者他去表達自己 但我經常覺得 當一個人成長的時候 基本上 他已經具備了我們人類思考的可囑 其實是與生俱樂 他在不同地上 多用不同的方式去表達 沒錯 所以我們千萬別覺得 他不懂得表達 他不明白 他或者不懂跟你說 你就當他什麼都不懂 其實不是 他老一路在分析 一路在思考著 他的人生 甚至在思考你 怎麼去對我 對 所以這件事 你剛才說 做父母 與時並進 切身處理 還有沒有發覺 我們說 很多東西現在都專業考得讀 但是做父母 是沒有一個天書 沒有一個 course 告訴你 讀了真是成功的父母 很慘的 所以我做父母 做父母是第一次的 對 你不會記得 前一世我做父母的經驗是怎樣 我只得一時 對 對 所以我告訴你 永遠一個漫長 每一天我們做父母 都在行政當中 他說 剛才你說 小朋友現在這一代 很難再活在父母的情況當中成長 幾年前 我見到小姐的時候 他應該沒做大學 我就跟他談 喂 你經常都陪爸爸做事 你會不會想做藝術家 他說不會 但是他當時就說了 小美女一天 他說他是想做時裝設計 他說他是想做時裝設計 我想做時裝設計 我想問幾年後 現在小姐 他在選擇大學的時候 選擇了什麼科 還有你怎樣支持他 追他自己的夢 他年紀大了 開始明白為他現實 哈哈 他是選擇Econ 啊 他選擇經濟 經濟很重要的地方 這些所謂的Fashion 所謂的 都是消化的 還有要促進經濟的發展 沒錯 其實他做什麼都不重要 因為最重要就是他的興趣 我常常保持一個想法 就是說 沒有人會做一樣的 你不喜歡做的事做得好 只要你喜歡做 所有人都會做得好 所以我覺得無論他想做什麼 我們做父母最大的能力 就是他支持他做 還有告訴他 我們是無條件支持 你就算是倒空爹 媽媽、爸爸 永遠在你身邊 不太理解的問題 今天呢 我們做親身的主媽的現場版 和明時有什麼不同呢 不是只聽我們說的 我們是有一個 是交流的時段 我記得今天有很多現場觀眾 一定是爸爸媽媽 甚至我想是公公婆婆 仍然未來也有到場 也有些 咦? 都是一些女兒的領忌 所以今天難得我們現場版 有這麼難得的場合來 所以我想可以有個機會 和我們的主持人一起 我們做一個現場的交流 很少啊 再次給掌聲 來場櫃昌晨 好好啊 那我盡手萬能不可以 走自己的一個人 沒錯 那我知道 現場的朋友 有興趣想要問問題 想跟我們一起聊聊天 對嗎? 舉手 我們有工作人員都會提米給你 我記得有位戴眼鏡的女士 剛才舉個手禮 這位應該是媽咪了吧 老闆媽咪 你們請問 徐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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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宇在親子上出現 你問兩個女兒意見 對 我剛剛 其實我想問一些 關於怎樣去尊重人家小朋友 怎樣尊重人家小朋友 這個是觀念 人是應該互相尊重 基本上 你在心裏面 一定要有這樣的概念 第一 人是應該互相尊重 只要他是人 就算是小朋友 不同年紀 不同階級 我們都應該互相尊重 我們很多時候犯了一個錯 就是我們都有階級觀念 父母是高高在上 我生你出來 我養你 我給錢你 我教你 那你就好像威過他 其實就不是的 其實每個人 因為他們自己都有獨立市場 還有最重要就是 我們既然 擺得他們來這個世界 我們應該令他更加獨立 應該令他更加成長 這個才是我們的責任 如果你的心裏面 永遠都保持著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他才是你的老闆 所以這件事 這個尊重 你會在心裏面 你會在心裏面去見立 和你去確診這件事 很不難 那你就支持他 會很尊重他 其實我自己分享 我來他根本都在上 他最愛說的 其實我覺得 由他很小 我以前都當他是一個大人仔 因為很多小朋友 他有些訴求 可能我們可以的 就給他做 有時候當時是不適合的 那我永遠會在 如果是一個NO的情況之下 他會解釋 即是不要讓他 永遠只是一個答案 一程度 你讓他知道 會有很多的原因 我很疼愛他 我已經說到 他發現其實是有用的 他們吸收了之後 他會明白 爸爸媽媽媽 可能在這一刻 沒想到 還會跟對你100%意義的事 但原來會有原因 但我也要補充一句 因為人有情緒 很多時候父母 我和你相處的時候 最大的問題就是 情緒 即是控制不到自己的情緒 說兩句話 是火人的 可能你們也不聽我說 那些什麼 對 現在156歲 他真的有情緒 是啊 不但小孩 也有情緒 父母也有情緒 要盡量去提醒 是啊 但你要明白 我們做父母 我們的人生經驗比他多 即是我們吃完多 他吃米 所以我們必須要忍讓 你不要以為 吃完多 我吃米 我就可以罵你 錯 原來我吃完多 你吃米 是我的能力去忍讓 我更加能夠培育到這個能力 我應該比他厲害 我經常都覺得 小孩不需要控制 因為他很小 其實作為父母 我們讓他長大 我們讓他人生經驗 比較豐富的時候 我覺得忍讓那個 應該是我們父母 這是真的一個大家要理解的事情 我看到你太太牌手了 是啊 我經常忍我兒子 你都知道 你都知道 我倆都知道 我真的忍到 我早就跟他說 我們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所以剛剛在這裡 是一個挺好的方法 好了 見證到朋友有沒有 我們還有一個時間 可以問到一個女朋友 有問題嗎 他手握 我們工作人員可以 你知道嗎 有位女士戴上正式的外人 是 Hello 你好 我胡太太 你好胡太太 我以前沒有說 床哥哥你好 我想請教一下 我現在是這麼麻煩的 我看見我那些公司人 即是兒子、姊妹 差不多 都看到電視 在原始來 根本看電視 一位又賣好 一位又賣不好 一位又賣不好 我怎麼決斷呢 哈哈 這個比較難 大問題 是的 去到這個階段 就很難免制 很老實說 我和大家分享一件事 其實我兒子小時候 都流行了 手提的遊戲機 但我從來都陪給他 那我就會跟他說 在隔壁台 跟他喝茶 有些小朋友拿著來 你看看他們多傻 我來吃飯 為何經常對著木機的東西 那我看就會 對呀 你看看你那個傻子 那樣 有些問題 為何來吃飯 為何會這樣 我覺得這件事 你自小告訴他 是一個價值觀的 你到現在 大家才見一個 彎彎 一個彎彎 還有一個彎彎 還有一個彎彎 這個真的要 慢慢地教 但第一 都是那句 你都要跟他溝通 有些事情 你都要 大家做一個成人 去定一個規矩 大家做一個成人 我覺得最重要 是一個尊重 千萬不要覺得 我偉一點 我厲害一點 我就給我尊重 大家很爭 我覺得不得了 我們或者定了一些規矩 比如說多久 時間 分配 很多事情 或者定了一些條件 你要吃什麼 給什麼 混混的關係 其實我們在這個階段 都可以慢慢去見 當然 如果你不是第一部開始做 然後中間開始做 你會發的時間 會比較多 但是 都是那個時候 我們做很多系列 真的給一些心機 慢慢令到他們 比較 跟從我們 大家覺得 對的事情 去做 因為很多迫 都只能夠慢慢來 但是我經常覺得 仔隊永遠都會 分心到 我們長輩對他們的愛 只要我們是真心為他們 真心去愛護他們 其實就算他不會說出口 但是他會這樣說 我經常覺得 人的交流 這是預生俱落 小朋友對父母 他長輩的好壞 是因為父母 對他們的好壞 是因為父母 就是沒有公路狀想 這是很重點的訊息 那Hidy 你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這個問題 我雷直七歲 我們這代 就經常都面對 但是我也是 好像剛才長輩這樣說 我們第一天 我們在家庭裏面 我們先有個不同的理念 或者我們先說了數碟 即是沒有出到街 那譬如我很小時候 那如果是一起出街 那我的電話 可以這樣說 就這樣說 那或者老婆婆 其實呢 他們都會跟我們同步 我們用同一個規模 去走 因為似乎在小孩裏面 不出現分歧 那他們就會找位 去拿到他們的東西 這是第一 第二 那如果你說針對 一些電子用品 那我很小時候就跟他們說 你不是看出來吃飯 是你吃飯吃得好 你做的做得乖 這個會是一個獎勵 但是不是同步的 那他們就知道 其實 原來我是做到一些目的 我就會看到了 那他們說 一定有時間的限制 那他們都知道 那樣子 好像長輩商說 見到別人做 和別人做 每個家庭都有不同的 那些人說 代表媽媽媽 會做同一件事 我們尊重自己的事 那他們都很明智 最重要的是 會溝通 立了一些明確的規矩 自己 就是為了可以 我們先做 那些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 那都很感謝 阿翔哥和艾哈記 跟我們做了好的問題 我相信 無論是父母也沒有 或者是企業 每晚都可以 都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謝謝你們 我們兩位 對 有小朋友可以幫我們 那邊 有小朋友 好了 就像剛才所說 其實小朋友 除了在這個 報告的影響下長大 我們跟他們一樣